看下一位的 也是童年啊 接的完了 又接的完了 两个地方 这就不对了 整体来讲的话 它一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左手弹完五个键之后 右手直接接的那个 也就是前两个地方 它接的完了 还有一个是最后一行 发烧啦烧完明天 就这个地方发烧啦烧完明天 是很多人容易犯的 有问题啊 我在讲课的那个视频里面 也是重点的讲了 但是还是这样 比较普遍吧 我示范一下 左手弹完五个键 右手直接接的那个东西 就这个地方 这么接的啊 但是它弹的是 但是它弹的是 它是这样的 这个把中间直接拿开了 没有直接连接过去 然后最后一行的话是 发烧啦那个 停一下 那还有怎么样弹的人呢 有这么弹的人 这么弹的人有很多的哈 就是把第四行的这个弹成了第二行的哈 第二行和第四行它是有一些差异的哈 它的差异就在这里 但是听起来也可以 你把第四行弹成第二行也是可以的哈 听起来是可以的 只不过是那样的话 就相当于是重复嘛 然后手型之类的东西 我就一般不讲啊 因为那个东西的话 你想自己调 就可以自己调哈 也不是什么难调的东西 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 然后它跟弹琴弹出来的声音 也没有什么关系哈 然后有的人想要弹的美一点 那你就调就行吧 就很简单 手腕不是下趴就行 然后这个指头的话 你不要这么去弹 不要这么去按 这么去按 那就那就不太好干了 或者是这个骨头进去了 那就什么折指啊 这类的东西 这么去弹的话 那就不太漂亮哈 不太美观 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他想要漂亮的 有的人他不追求漂亮哈 比如说我小时候弹琴 我从来不在意这种东西哈 我在意的是好好听 流流畅这种东西哈 就至于既然老师也是那么讲 他也会讲的哈 但是老师讲的时候 我就稍微留一点 不讲的时候 我就我就我就 不在意那个东西哈 我就照样觉得好听就行 这样哈 然后都是成年人嘛 都成年人 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心里清楚哈 你也没有必要去 什么按着别人的那个东西 没有必要哈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玩 他就是玩 你整的你玩 而你还要跟着别人的风去吗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反正这种概念的话呢 就自己选择哈 自己选择 我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方式的话 你刚开始 特别是零基础阶段 他弹这种举着啊 什么的情况下 不要在意 你能把琴剑双手配合节奏 搞明白 你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 那你已经超越大多数人 你不要老跟那个 谈了五年十年二十年 那种人比 为什么要比呢 能比吗 比不了人 别人是混饭吃的是大多数哈 尤其你在网上看的 或者是什么 谈的不好的人 他自然就不发了 知道吧 然后经常发的人 很多都是混职业的 那个是他的工作 那个是他的饭碗 他谈不好 那不就黄了吗 是吧 不要跟他们比 因为一个成年人 从零开始学钢琴 你是为了玩去弹的 这个目的性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能在琴里面 投入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的 你跟那个当老师的 做职业的 你跟他们完全比不了 你连他们的十分之一的时间 你都谈不了 我就这么说吧 连他们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都算是大的 因为弹职业的 混饭吃的 他可以好几年 每天 除了吃饭就弹起 玩的人能玩那样吗 玩不了 所以就入门阶段 你先不要管 就先把基本的东西弄好 琴剑 双手配合 节奏 你就把这些东西弄好 就可以了 然后弹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你已经躺了十几手的双手下 踏板的曲子了 觉得还行 那你拿着一两手 你比较拿手的曲子 然后去简单调整一下 调整起来很简单 不难的 不难 然后有的人有忽悠的 说这个东西 你一旦养成怎么怎么地 以后就改了 拉倒了 拉倒了 那一般都是教小孩 教小孩子的时候 会说这些东西 然后即使你是调整的怎么怎么样 你不好看 那也是有可能 那也是有可能 为什么有可能 因为每一个人的手 他长得就不一样 你有的人手本身就长得漂亮了 长得漂亮的情况下 你简单调整一下的话 你就看着比较舒服了 你本身长得就很难看的情况下 你想调的好 然后你本身弹琴弹的不够时间多 不够多的话 你那个柔韧性本身就不行 而且谈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 还不能那种随意的那种谈 那种情况下 你想表现得漂亮 那是很难做到的 很难做到 几乎是做不到 你即使把那个手的角度 或者是那个样子弄好了 但是 就是随心所欲的那种感觉 老练的那个感觉 你是弄出来的 弄出来 比如说那个我前几集视频 那个那个录的那个什么 有一个人三角钢琴弹的那个 弹的两手那个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手挺标准的 但是 还是可以 可以可以看得出来吧 他是一个学的人 他不是那种特别 那个游刃有余弹的那种 游刃有余的话 你得练很多 好了这个 聊到这儿吧 聊到这儿吧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 3214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啊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好